最新速報 目前武漢肺炎疫情已經繼續延燒 而且蔓延了181個國家 現在全球的總確診人數 可以看到 這個位數往上增加了一位 因為已經超過有100萬例的確診 死亡人數也造成有52909例身亡 全球超過有39億的人 相當於全世界一半的人口 現在都因為疫情而遭到禁足當中 另外巴西的外申部表示 在亞馬遜雨林的深處 是有一個原住民的部落當中 發現有一名原住民的女子 她也確診感染 而她也是巴西300多個 傳統部落當中首例的確診病例 另外印度官方在前天 公布的確診病例是1834例 比兩天之前增加了有47% 所以有媒體報導 如果以這樣的速度再繼續增加 印度會在兩個禮拜之內破萬例 當地的疫情也令大家擔憂 而再回到台灣來看 現在一個熱門的國際關鍵石 就是台灣Can Help 就是因為總統蔡英文宣布捐贈 1000萬片的口罩給疫情嚴峻的國家 收到了國際上的稱讚感謝還有肯定 而現在則有台灣的網友 響應政府的口罩外交政策 希望政府可以推出的是 口罩實名字的4.0版本 說什麼呢 可以放棄自己的口罩 給政府拿去捐出國外 結果這樣的貼文一說 反而引出來的是誰呢 就是這一位政委唐鳳 他都出來留言 還說你的建議我已經收到了 表示感謝貢獻 而就在台灣捐贈口罩之後 美國的國務院還有美國的國會議員 也分別向台灣來致謝 像美國白宮的國安會 昨天透過網路Twitter就發了這一篇推文 昨天呢他們就說感謝台灣人民 在疫情大流行之際 還關於美國的支持還有合作 回文也引述了路透社的報導 說台灣捐贈了1000萬片的口罩 支援疫情比較嚴重國家的相關新聞 而由於呢現在全球的疫情都持續擴散 法國政府在上個月底也宣布了 向大陸訂購10億片的口罩 未來幾個禮拜要分批的交貨 不過呢現在卻有外國媒體的報導 說美國卻從中攔截了有6000萬片口罩 到底怎麼一回事呢一起來看看 疫情統計目前全球的確診人數 突破了100萬例死亡也超過了5萬2000人 至於呢在歐洲的西班牙 疫情還是持續升溫 甚至連當地的停車場也都擺滿了棺木 數則是有330多例 昨天呢台灣新增了兩例本土個案 其中這一例呢是北部高級社區的女保全 她是年約大概50多歲 而喬直的關注的是 她其實近期沒有任何的出國旅遊室 所以呢現在感染源不明 而且她在確診之前 曾經到過了一家診所兩次紀錄 後來呢又回去上班 再到醫院通報採檢才確診感染 而對此呢陳時中她也說 不敢否認在這一處社區裡頭 是否就有相關的感染源 防疫消毒工作量也很大 情節隊的隊員只要一接到了通報 他們要背著有25公斤這麼重的消毒機 沿著確診者的足機來進行消毒工作 而且要消毒機的重量相當於 背了一台冷氣機在身上 有時候呢一套任務要背8個鐘頭時間 所以很多隊員他們身上留下了防疫的勒痕 不過後來要防毒疫情沒有人喊苦 不少民眾聽到也替他們加油打氣 這樣的照片曝光呢 則是讓粉絲好擔憂 尤其是木村拓哉的粉絲 現在其實不少的劇組 因此已經選擇延後開播了 不過木村拓哉她所演的新劇 宣布16號還是要如期首播 而且她還無期益情 在節目中和來賓排一排做 這樣子大吃烏龍麵 而且大家都沒有戴上口罩 也沒有保持好安全社交距離 畫面曝光讓她的粉絲非常擔憂 現在口罩很珍貴 有YouTuber就拍了影片來實驗看看 如果是拿口罩來換其他物品 到底最後可以換到什麼 結果她交換了有12次 中間幾度又換回了口罩 還換到了價值有800塊的精緻捧花 最後則又換回了一片口罩 後來她於是乾脆把口罩換成了拉麵 套賞自己一天的辛苦 而看來口罩可以當成貨幣 或許而在這一段期間是真的 自己的小區塊可以用餐 人跟人的距離也保持在1.5公尺 原始間距 只是這麼空曠的卡 有一些景點看起來也蠻空曠的 像台北市立動物園 出現了異常安靜的情形 遊客量只有5500多位 即日像是非常有人氣的大貓雄館 還有熱帶雲林館 到了中午還沒有半個遊客 還有則是新竹的內旺老街等等的景點 人潮也稀稀落落 停車場到了中午還有上百個停車位 昨天公布台灣境外移入又出現了新增的案例 總共是有8例 包含了像是南美的旅遊團 美國自助旅遊團 還有就是澳結團通通有新增 其中呢就來看這一個澳結團 這樣的旅遊團 包含了已經過世的領隊 目前已經有5例確診 在用來做一些消息的外皮 一旦 有8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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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